- 哈啰 大家好 我是小默 这一期影片要来分享 从春天到初夏时节 沙漠玫瑰的日常小记录 这是在今年3月5号拍摄的画面 之前也有在影片里分享过 在初春时帮他们修剪枝条 和补充肥料的过程 原本今年春天想要偷懒 只做修剪和追加肥料的工作 但是眼看他们的身体越来越胖 盆底下的根系可能已经没有生长空间 有的甚至把盆子挤到变形 还有铺面时都被撑高超出盆面了 所以还是决定在3月底帮他们换换盆 先来看看这一盆珍珠 盆土用几道花牌 都要大力拔才能拿出来 就连铺面的火山时也和盆源卡在一起 然后我就用和平时在整理肉肉一样的方法 但发现盆壁很膨胀 整个卡住了 接着再用搓底孔的方法也行不通 看这小只的镊子都歪掉了 它还是没有一点点的动摇 再改用大只的镊子也没有用 扎不下去 而且如果扎下去也有可能会严重伤到根系 我只想换盆 不希望对根系有太大的影响 实在没办法 只好请小帮手来支援 它很轻松的让盆子躺平 然后按压盆子以后 沙漠玫瑰真的就溜出来了 没想到珍珠躲在盆土里长得这么胖 难怪会卡住 接着来看看这一盆黑天鹅 盆口明明是圆形的 都被它的身体挤成椎圆形了 轮到我自己试试伸手啦 拖盆后可以看到黑天鹅也从小小鹅变成大胖鹅了 接着我就按照小帮手教的方法 把14盆沙漠玫瑰都一一脱盆 给大家看看从买回家到目前 经过10到12个月的生长变化 都一一脱盆以后先来准备新的盆土 戒指配比是综合颗粒土7 和沙2 银碳土3 沙漠玫瑰本身超级耐旱 配土可以不用添加制食 可以添加适量骨粉 拌入盆土里当作底肥 再加入适量的生根粉 还有少量的碳化稻骨 还有适量的杀菌剂 以及缓氏肥 我使用的是肥效9个月的奥氯肥 元素含量是以钾为主 都准备齐全以后再搅拌均匀备用 接着就要来上盆咯 这一次主要是为了给它们换更大的盆器 所以没有修剪根系 直接换土上盆 原先换下来的盆土 可以直接回收 圆盆倒回 这样可以减省戒指的用量 剩下的空间再倒入新配 最好的戒指 只能说大盆器真的是吃土怪 在入盆时 金布埋入土里的高度 可以比原先的种植位置 再往上提高一些些 也可以依自己的喜好 和植株的形态做调整 随着养护年份的累积 就有机会打造出古仆风格的沙漠玫瑰 接着再加入适量的防虫药品 在放上铺面时 就完成上盆咯 我每一次看到这盆珍珠 都觉得它长得很像哈密瓜 希望它之后可以一直以这个造型放大成长 又胖又可爱 接着上盆的是同样身材胖乎乎的黑天鹅 一样先填入回收的旧土 再倒入新配好的戒指 这次帮沙漠玫瑰们都更换大一点的盆器 给予它们充分发胖的空间 其实帮它们换盆真的是大工程 光是要准备搅拌的盆土就很大量 希望可以撑久一点再换盆 经过大半天的努力 把它们一一脱盆 再帮它们一一上盆 接下来就等它们努力长新叶 长花苞 距离更换新盆土已经过了一个月 可以看到原先二月份修剪的枝条 都已经长出新叶片 而且有一些品种还冒了小花苞 看起来就是叙事待发 前景一片看好 没想到的是雨会下不停 这是四月二十五的小桥 几乎每个枝头都冒出新叶片 还有很多的小小花苞正要长大 但从四月中旬以后就一直下雨 到了五月中旬 小桥不但没有开花 叶片和花苞都纷纷脱落 这是六月三号的小桥 叶片几乎掉光光 花苞也都被雨淋坏掉了 这是四月二十五的伊丽莎白 叶片翠绿健康 小花苞也已经准备好了 结果依止淋雨到五月份 也是扛不住了 叶片枯黄脱落 小花苞几乎都折损了 到了近期六月三号 虽然有几个大花苞成功长大 但雨这样一直下 花矿很不乐观 再看看这一盆青花池 它是今年最早把花苞准备好的一盆 单单一个枝头就挤了好几朵 也是被持续的雨水影响 叶片枯黄 花苞受损 花朵迟迟开不出来 到了五月底 就变成这副模样了 在适宜的环境正常情况下 沙漠玫瑰从小小苗成长到三年左右 就能顺利开花 然而什么原因会让沙漠玫瑰的叶片枯黄脱落 花苞受损而无法顺利开花呢 第一个原因可能是根部烂掉了 沙漠玫瑰是非常耐干旱的植物 过量提供水分有可能导致根部腐烂 沙漠玫瑰如果烂根了 从植株上半部是看不出来的 通常会先发现叶片雕尾没有精神 花朵和花苞干枯掉落 但往往这种情况有可能会以为是缺水 反而使得情况越来越严重 可以用手指头捏一捏沙漠玫瑰的大肚子 还有静感 如果是在不缺水的情况下 却有发软的现象 那么就有可能是烂根了 需要尽快把沙漠玫瑰脱盆检查根系 并妥善处理换布 以免植株死亡 第二个原因是刚修根换盆或刚换环境 刚买回家或是刚换盆的植株 有可能会因为种植环境改变 或者修根的关系 而影响到全植株的生长状态 所以短暂性的黄叶、钓叶 或者花苞脱落是正常现象 渐渐浮盆适应环境以后 就会自己慢慢恢复 第三个原因是光照不足 沙漠玫瑰是非常喜洋的植物 尤其是在孕育花苞和开花的过程 更是需要充足的光照 光合产物不足 有可能导致不开花 或者花苞干枯掉落 通常种植沙漠玫瑰会建议给予全日照的环境 第四和第五个原因分别是营养不足 和花苞遭到肥伤 这两点可以合并讨论 营养不足确切的说应该是说缺乏零元素 零元素不足会导致花苞不容易形成 花芽分化会受到阻碍 甚至就算长出花苞 花苞也不会打开 在沙漠玫瑰育育花蕾以及开花的时期 可以提供高磷高甲元素的肥料 可以选择磷酸二氢甲 或以磷甲为主的开花水肥 这些都是高效高磷的开花配方 按照商品建议用量比例 对水稀释之后 对沙漠玫瑰的叶片进行喷洒 剩余的水肥液体 可以倒在盆土进行灌根 两者同时进行 可以达到很不错的施肥效果 而与第四点营养不足相反的是 如果施肥浓度过大 或者在施肥的过程 不小心把肥料吃到了花苞上 就有可能把花苞给烧伤了 所以在使用肥料时 要选择需要的元素来补充 然后薄肥勤湿 喷洒水肥时也要注意 尽量避开花苞和花朵 第六个原因是天气变化 像是突然降温或长期淋雨 沙漠玫瑰是属于热带植物 因此喜欢日照充足 温暖干燥通风的环境 对于低温和气温变化特别敏感 如果温度突然骤降 沙漠玫瑰的叶片和花苞 是有可能会干枯脱落的 如果遇到连续下雨天一直淋雨 可能就会出现大面积落叶 烂根烂金等情况 花苞更是会因为损伤而脱落 沙漠玫瑰虽然体质强健 但它毕竟是耐旱植物 最好不要长期淋雨 尤其梅雨季节正逢沙漠玫瑰的圣花旗 适当的遮雨可以让花朵绽放过程更加顺利 第七个原因是缺水 沙漠玫瑰虽然很耐干旱 但是如果长时间陷水也是不行的 之前曾经看过肉友分享 沙漠玫瑰开花时可以暂时断水 花朵才会开得漂亮又持久 看到这个方法其实很压抑 因为水分在植物正常机能运作中 扮演很重要的角色 在土壤干旱时所有的养分移动会受到限制 特别是磷和甲元素 而沙漠玫瑰在孕育花苞和开花的过程 磷元素更是不可或缺 所以在生长季节帮沙漠玫瑰浇水 建议以土壤干透浇透为原则 而且要适时的补水才会比较安全 第八个原因是感染害虫 沙漠玫瑰的抵抗力是很强的 通常很少感染虫害 但如果同一个种植环境里 有其他比较容易遭致虫害的植物种类 那就很有可能会被感染 以粉戒壳虫、牙虫、叶蛮为主要对象 如果沙漠玫瑰的花苞干枯脱落的同时 叶片上也有出现不明的斑点或伤口 或者有颜色发黄、叶形扭曲的迹象 那么就要考虑是否为虫害因素 平时要多检查外观 以及早确认虫害对象 再对症下药或提前投药预防 都能减少沙漠玫瑰受到虫害的损伤 以上就是明明沙漠玫瑰正处于生长季节 却叶片发黄、干枯脱落、花苞无法膨大 花朵数量吸少甚至不开花的可能原因 目前我家的沙漠玫瑰在检查叶片、根系、金布和枝条 确认没有腐烂还有虫害问题后 基本上主因就是连续降雨 水分过多 土壤长期潮湿 造成黄叶和落叶 同时也影响了开花过程 其实我都有按时喷杀水肥 补充磷甲元素 但因为雨水过多 也有可能导致蛋元素过量而养分不平均 再加上长期阴雨天 导致日照不足 光合产物减少 更是会影响花牙部位的发育 还好之前原先光秃秃的植株 叶片都有慢慢长回来 而且都是新鲜翠绿的叶片 目前我还没有办法让家里的沙漠玫瑰也有遮雨设施 空间都被其他肉肉们占据了 而五到六月是梅雨季节 已经撑过去一半 只要再忍耐一个月就过关了 至于这一波沙漠玫瑰的圣花期 就放弃吧 不挣扎了 虽然大部分的花花都提早报销 但也有很厉害的品种哦 这一株是叶色龙 我一直在追踪它的花矿 期盼能在灿烂阳光下捕捉到它花开最繁盛的画面 来分享给大家 可惜天宫不作美 银雨天拍到的只含包待放的模样 真的开了却又被雨水淋到烂光光 再看看这一株 它叫做仙女奇缘 可惜原本还有更多更多的小花苞 但都没能顺利长大 它的花朵很大 花瓣的质感就像是仙女的美丽衣裳 白镜优雅清新脱俗 还有还有 它叫做风信子 它超棒的 不为风雨成功逆袭 抚慰了期盼落空落叶落花的遗憾 When the weight of the world keeps you up at night When you're running with noияVO ład'd inside thought you would never find the light you lost inside that you could find with Christ 那這一期影片就分享到這裡 感謝大家的觀看 我們下次見 拜拜